先你星系光之理事会讯息 你在地球上这一生的工作、目的和使命 我们是先你星系光之理事会 我们非常高兴与人类联系 在你们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 你们知道自己真正是谁 而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们一生的工作和使命 然后,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活出那条真理 一旦你们通过感受内心绽放的爱 来发现自己实际上是谁是什么 那么你们面前的任务 就是向世界展示那种爱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爱 一些人可能会通过歌曲来表达爱 有些人可能会通过创造建筑、书籍、服装来表达爱 而有些人则只是散发出爱 好让他们遇到的每个人在他们面前时 感受到自己内心的爱被激活 所以你们看 做什么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你们如何去做 以及你们在所做的事情中 倾注了多少你们真实所思的那种爱 知道这一点对你们而言很重要 因为你们必须专注于正确的方向 如果你们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 你们在寻求从他人或其他东西那里得到爱 那么你们无疑会半岛会摔跤 如果你们想通过自己的成就 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果 并得到他人的赞赏 来获得这种感觉 那么你们也可能会发现自己碰壁了 即使是那些在地球上创作出令人惊叹的作品的人 最终也会失去那种富有创造力的体验 当他们不创作的时候 他们会感到内心相当的空虚 因此 如果你们先是向内看 找到你们所识的那种爱 然后将那种爱注入你们所做的一切当中 那么你们所做的一切 是否得到其他人的公然赞赏就不那么重要了 你们仍然会将这种爱注入其中 将更多的源头之爱根植于这个世界中 如果你们能在做完自己所做的事情之后 保持源头的无条件之爱的感觉 那么你们就不会用苛刻挑剔的人类眼光去评判它 你们可以爱自己的一切造物 你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而且你们会发现爱自己 爱他人 爱自己所做的一切 是你们在地球上居住期间 在自己的肉体繁胎中 所能获得的最令人满意的经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们在寻找内心的爱时遇到困难 那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你们 这些东西可能是恐惧 可能是悲伤 可能是愤怒 可能是失望 可能是缺乏信任 不管是什么 只要你们花足够长的时间去感受它 你们就会用自己对它的关注将它瓦解 你们就会发现爱一直存在于它的下面或它的背后 然后 你们就可以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做真正的自己 并将爱传递给所有人 哪怕只是创造一个微笑或一句谢谢 哪怕只是在一天的生活中 对他人表示同情 你们也是在将你们真正所示的爱传递给这个世界 这就是你们注定要去做的 这就是我们大家存在的原因 这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宇宙带来最多光的事情 而我们可以在与源头和谐相处的过程中 共同享受这些光 我们是仙女星系光之理事会 我们很乐意为你们大家服务